一个消息带你关心 台中市相当热闹的逢甲商圈 还有一中街最近出现的这名冠妾 那么前天呢 他是在一中街一家摊贩 偷了民众的名牌包包 然后接下来呢 他到了一家游戏机的专卖店 偷了游戏机 一个下午连偷两个地方 当场被民众逮个正招 很多被害人就发现了 这个妾贼把偷来的名牌包包 几百块钱就转卖出去 大家看了气得跳脚 这名男子出现在监视器镜头前面 他头戴余夫帽 穿着红色格子衬衫和牛仔裤 在热闹的台中市一中街商圈 不顾人来人往的人群下手行窃 他现在先把他自己的东西 先放到冰箱上面 然后呢 等一下会看他包包 因为有什么东西 然后准备要拿了 男子偷了包包是名牌包 他放在自己的纸袋里 从路边的摊贩偷到了门市店 他在游戏机的专卖店里 以同样的手法行窃 当场被逮 这名窃贼落网 警方带着他四处找赃物 他把偷来的名牌包 丢在水沟巷子里 有些则是以低价卖出去 被害人得知 名牌包找不回来了 在警局里指认 气得跳脚 一尺皮包上万块 结果都几百块 几千块就给他卖掉了 所以这个实在 检方表示 31岁的男子是高雄人 从南部一路偷到了台中市 在热闹的冯甲汉 一中间四处流窜 他好吃懒做 以偷窃为生 最高纪录一个星期偷四件 一天就偷了两起 过去一年来 不知道犯了多少案件 现在被抓了 一罪一罚 这名男子的牢犯 恐怕是吃不完 中文字幕 黄梦珍 陈泪如台中报道